各位同学 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七课 Unit 7 Unit 7 其实要讲的是一个几乎大家 每天每天都在丢给他们很多负能量 现在流行负能量 丢给他们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就是什么? 媒体 但是媒体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也许就是因为它这么的重要 所以大家对它有很多的一个期望跟批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课文当然因为它受限于篇幅 还有同学还是高一 但是我觉得高一的课文这样好像也有点太无趣了 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把它看一看 所以它没有办法因为受限于篇幅 还有单字量也有一点关系 长度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讲得很多 那同学有兴趣其实呢 都可以在自己去多做一些了解 OK The power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rightly protected in most democratic countries societies rightly rightly的话就是所谓的说是很合理的啦 很正确的这样 OK 好我们可以说是怎么样 for a good reason rightly for a good reason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说是 in a way that is correct OK 或者是for sure 一定会被 因为是有一个很好的原因 然后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一定会 一定是会被好好的 OK 是出于一个好的一个原因呢 来做 来保护它啦 这样 OK 我们有时候讲说 其实freedom of the press的话 事实上就相当于 我们常常在讲freedom of speech 对不对 OK 跟那个是绝对有关系的 所谓的言论自由 好那像台湾早期呢 在戒严 它在戒严时期的时候 就没有开放这个报纸 新的报纸的成立 那时候我们说 所谓的报警 对不对 那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一种 一种管制 那现在的话 当然完全是不一样 OK 好 那那个东西我们就叫做 freedom of speech 那个是比较广泛的 OK 那我们之前曾经提过说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freedom OK freedom of religion 或者是freedom of belief 好 好那我们之前还有提过 freedom from want 有没有 这样子 OK 还有freedom from 我记得我那时候少讲一个 叫做freedom from fear 免于恐惧 OK freedom from want 免于匮乏 freedom from fear 免于恐惧 这所谓的四大自由 OK 其中一个很重要 freedom of speech 那这边的话呢 代表性就是freedom of the press is rightly protected in most democratic societies yet 好 yet的话呢 在这边是当做什么 当做连接词喔 当然你也可以说and yet 但是有时候不需要 因为那样显得多一个字感觉就好像很废话的感觉 ok 很多语 所以用yet就可以当做连接词 yet it is 或是我们说but 或是however and however ok it is just this protection that sometimes allows this freedom to be made bad use of ok 好这边我们有一个课本里面有讲到的句型就是这个 所谓的分裂句啦 it is that 这样子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怎样怎样怎样 事实上你把那个it is 跟那个that 把它去聊 好这样ok 其实也可以啊 你想想看如果你把it is 跟 that 去掉的话 在这边的话就会变成this 我们那个just的话是用来强调所以也不要 你说呢 this protection sometimes allows this freedom to be made bad use of 其实也没错啊对不对 好 你说这样子的保护呢 sometimes allows this freedom 反而让这一个自由被怎么样被务用被滥用 ok 好那为什么还要加这个it is that 这个是用来强调 ok 好强调那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就是强调this protection 就是这个保护 ok 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句子里面的任何一个部分挑出来强调 ok 好比如说你说我们常常喜欢讲说 we met Jim in the park this morning 好那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强调 对不对你可以说 it was Jim that we met in the park this morning 有没有 好你也可以说什么 it was in the park that we met Jim this morning 有没有 好那其实你可以把句子里面任何一个合理可以强调的部分都可以抓出来 拿到最前面去 你可以 it was Jim 你也可以 it was in the park 你也可以 it was us ok 你也可以说it was this morning 就是今天早上不是别的时候 好就看你要强调哪个部分 所以呢我们说它叫做分裂句 因为它可以把句子里面呢 有点像是任何一个部分把它割裂出来 放到前面去做个强调 ok 好那所以这边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的protection that sometimes allows this freedom to be made bad use of 好这个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在讲this freedom this freedom的话是要被勿用 所以这个被动 同学这个被动的这个be动词千万不要搞丢 好这样 ok 再来的话呢 请你要注意到这个of be made bad use of 这个of的话也请不要搞不见了 因为当你呢在主动的时候 你说people make bad use of this freedom 这个是我们主动的 好那当你把这个this freedom 抓到前面当主词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还是要说 this freedom is made bad use of 那个of是不是还是要留在那里 对不对 好所以呢 那by people 这个就不要了 因为呢 people有点不是那么特定指谁 就无所谓 好但是那个of的话呢 你是一定要留着千万不要弄不见 好 the press has a strong influence which can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bring about 是我们以前看过的东西就是指 造成带来 好这样 ok 好引发什么什么 导致什么什么 造成什么什么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好把什么东西呢 导致什么东西发生在谁的身上 我们会用to 所以呢 bring about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对呢 一般人 ordinary people 像我们都是ordinary people 一般人 凡夫俗子 ok 好 对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会造成影响 and sometimes even bring down a government 有时候甚至于啊 可以bring down a government 可以呢 让他倒台跨台 好 那现在更不只是这个媒体 包括您这个所谓的social media 有没有社群媒体啦 比如说同学很熟悉的这个 阿拉伯世界的那个茉莉花革命 有没有 ok 那个就跟所谓的我们说social media 就脱不了关系 所以呢 其实我们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然后就是我们要去自己要去了解每一个人 现在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然后要去善用他 因为你自己都可以成为一个 所谓的发表这个消息的人 ok stories about individual people tend to attract far more public attention 然后他说呢 这一类的故事这一类的报道 这边stories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报道是真实的 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 新闻媒体里面的东西有时候到底它是不是 它是一种new stories 还是它就是pure purely fairy tales 我们也不太确定啦 我在这边指的是报道 tent to 倾向于怎么样呢 attract far more more public attention 那far的话是用来强调的 far的话是放在那个比较集前面用来强调的 更多更多的 far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an political events do 好这个do呢在我们第五课的地方呢 有提到过 好我们每次看到他一定都会讲一下 因为呢这个跟中文不太一样 ok 好这个do的话呢 这边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attract 跟他最近的动词就是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比起呢政治的这种新闻呢 它呢可以怎么样 它也可以吸引public attention 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但是呢这个所谓的 有时候我们想说这种 你可以叫做画编吗 或是八卦吗 反正比较特殊性的 跟人有关的 ok 好所以这边这个do指的就是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to increase the sales of their newspaper or magazine journalists may try every means 好这边请会注意到这个means 它就是要加s 但是呢它是单数 所以你看到every means 各种不同的方法 所有的方法 用尽的所有的方法 to explore these stories thus they can easily cause individuals great inconvenience cause 谁谁谁什么东西 ok 对某人造成什么 ok cause someone inconvenience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比较官方的说法也会讲 sorry if you if we feel sorry if we cause you or if we cause the customers any inconvenience 对谁谁谁造成什么东西 好可以直接这样讲 ok so cause individuals great inconvenience by visiting them frequently and publishing details of their private lives 这边那个by后面其实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什么 对啦 一个是visiting 对不对 藉由这样子 visiting them frequently 还有呢 publishing 有没有 所以呢藉由做这两件事情 publishing details of their private lives the story of the first quintuplets in America clearly illustrated the power of the press 好他呢要接到下一段 他就要先跟你说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例子 ok there was a poor family living 这个是课本的句型之一 啊 there is was there are someone with some people doing something ok 好我们说这个there is there are 而后面你如果还要再形容这个名词的话 你就要用动词ing 用分词的 好 所以there was a poor family living 他们呢 living in Aberdeen a small town in the USA raising five children raise 养育小孩 我们叫做raise kids 这样ok raise kids raise children ok 那你说bring up呢 bring up的话 比较多会去强调这个 教育的部分 就是说是教养 教养我们叫做bring up ok 那个片语 ok 但是你不能够用educate 因为educate是学校做的事情 好 那父母亲养育小孩的话 我们会用raise 或者是bring up 那是ok的 好 或者是rear 有一个比较更 更难一点的字 rear rear 也可以啊 好但是educate 那可就是学校的事情 好除非说 呃你在家里当他老师 ok 不过那样子有说常会造成一些问题的 raising five children in conditions of poverty was already a struggle for the parents 好这边的话等于我们用什么 这个raising five children in conditions of poverty 这边是主词对不对 好这边我们有个动名词的片语 这件事情 raising blah blah到这里 这件事情 was already a struggle 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困难 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非常的奋力啊 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for the parents of the family when the pregnant mother learned 这边这个learn 指的其实就是new的意思啊 ok 这边这个learn 其实就是new的意思 new that ok 因为这个东西他不用特别像读书一样去学习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learn 来表达new的意思 ok learn that it was another four girls and one boys that were on their way 这边又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他这边可以不用用这样子的句型 他故意的 我觉得他有点故意 ok 好他说呢 又又就是这种状况又出现 learn that oh ok it was another four boys girls and one more boy that were on their way 就是这又是这五个 ok on the way 即将要出生了 即将要 就是在路上 在他肚子里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shocked beyond believe 无法置信 beyond believe ok 难以相信 嚇到不行 ok without a doubt undoubtably without doubt or we say undoubtedly they were going to face even more urgent economic problems 好 more urgent 比较紧急的 even 就好像我们前面那个far一样 他呢也是一个强调的 你也可以说far more 或者是even more 都可以 ok 好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上半段 那我们先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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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